为了庆祝五月的亚裔传统月 新世纪公司周五在纽约上周的 伍伯瑞奥特莱斯 主办了呈现亚裔节 吸引不少民众的目光 欣赏演出 因为五月份是美国的亚裔月 那我们也希望会将来给社区 带来更多的文化的 就是好的影响 把亚裔里面传统的文化的部分 也分享给当地的主流社区 除了中韩泰印度等族裔的文艺表演外 活动还邀请了来自亚洲的 优质特色产品 供大家品尝和欣赏 我们希望将来把这个 把更多的台湾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 优质产品带到这个地区来 然后丰富这个地区的生活 今年的特色食品包括台湾的 新茶茶品 一箱芝麻酱油产品 东方饮气泡饮料系列 核获奖名牌 增制圆巧克力 以及来自韩国的野生 人参产品 我觉得它是挺有趣的 非常有趣的 非常有趣的 它是非常有趣的 它是非常有趣的 展示亚洲文化的文化 和很多不同的文化 都不熟悉的文化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郭瑞特约记者 视频纽约采访报导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组